各位愛編制的朋友大家好 這裡是愛芝的頻道 我是愛芙琳 哇 村上龍的太陽花 真是讓人覺得積極向上 又充滿了生命力呢 咦 烏棠 你又在窗邊做什麼呢 我正在曬太陽了 曬太陽也讓我覺得充滿生命力唷 今天愛芙琳想跟大家分享的 是勾置一款富有生命力的太陽花 運用早行針勾置花瓣 看似簡單卻又不簡單唷 如何把這個花瓣的早行針勾得飽滿 也是一個小學問呢 你可以使用任何你喜歡的線 以及對應的針號 顏色也是可以自由選擇 在這裡我用的是四股牛奶棉 以及2.5的勾針 其他使用到的工具有縫針 記號扣以及剪刀 首先我們從它的花心開始 也就是太陽花的臉部 完期之後先鎖一針 這個起立針我會試做一個未完成的短針 接著後面繼續勾置五個短針 我會在這個完整的短針上放上記號扣 而在勾置這個太陽花心時 我用的是十字短針 也就是勾針由上而下帶出線來勾置短針 加上一開始的起立針 這一圈一共完成六個針目 第一圈結束 收緊中間的線圈 接著艾芙琳將提供一個無痕引拔的方式 讓這個起立針變成一個完整的短針 我們先取下記號扣 在這個完整的短針上做一個引拔針 你會發現每個針目上都有一個V型的鎖針 而我引拔在這個針目時 其實就像為這個起立針補了一個V型的鎖針 接著第二圈 我們將勾針穿回引拔針底下 繞線勾出後鎖一針 並且將它視為一個未完成的短針 這是第一針 接著同一個針目裡再加一針 我仍然在這個完整的短針上放上記號扣 放記號扣的地方就是我每一圈結束時要引拔的位置 接著再下一個針目 因為我上一圈的結束引拔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它容易被忽略 而在接下來的每個針目都加一針 也就是同一個針目裡勾置兩個短針 包含一開始未完成的短針 這一圈一共完成12個針目 而第二圈最後 我也是引拔在做記號的位置 也就是第二個針目上 使得起立針變成一個完整的短針 而之後的每一圈頭尾引拔我都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依照接下來的文字解勾到第六圈 如果你想要讓太陽花的臉大一點 你可以依照這樣的加針規律一直勾到第八圈 而我則是勾到第六圈 第六圈結束 引拔在第二個完整的短針上之後 接著第七圈 我們要創造一個可以勾枣形針的空間 我們勾置三個鎖針 接著跳過兩個針目 然後在下一個針目上引拔 這樣就創造出了一個鎖針空間 接著我們重複勾枝中括號裡的內容 一共12次 如果你太陽花的花心是勾到第八圈 那麼這裡就會是第九圈 勾枝方式可以改為四鎖針 接著跳過三針 然後引拔在下一針 如此的重複勾枝也是會創造出12個鎖針空間 這一圈勾枝結束 引拔在第一個針目上 接著我們要在每個鎖針空間裡 勾枝枝形針 也就是太陽花的花瓣 我們可以勾一個引拔針 將線引到第一個鎖針空間裡 然後四個鎖針 接著就是枝形針的重點啦 我們要在鎖針空間裡 勾枝一個八中長針的枝形針 我們將勾針繞線 接著穿進鎖針空間 再繞線勾出 這樣是一個未完成的中長針 我們盡量讓這個未完成的中長針 這兩個線圈跟四鎖針一樣高 接著勾針再次繞線 而每個未完成的中長針 第一次繞線時都要注意 這一個線圈高度都要高過之前的線圈 並且用一根手指頭固定住它 然後再穿進鎖針空間裡繞線勾出 這是第二個未完成的中長針 接著我們依照剛剛的手法 在這個鎖針空間裡 總共勾置八格未完成的中長針 記住每個未完成的中長針 它的第一次繞線都要用手指頭固定住它的高度 而且這個高度都要比之前的線圈來的高 因此我們將針頭往左上方斜 這樣就可以完成這個動作 現在我們已經完成八格未完成的中長針了 仔細數的話 加上一開始的鎖針鏈 應該會有17個線圈 接著我們將左手的中指頂住這些線圈的後方 接著勾針繞線一次引拔所有線圈 而勾針在穿過所有線圈時要注意 我們要讓勾針的頭向下 再將線帶出 這樣勾針在帶線時才不容易勾到別的線圈 帶出線之後再鎖一針 盡量拉緊這個鎖針 這樣可以固定住所有的線圈 而因為我們的一根手指頭撐住了線圈後面 所以這個泡芙針就會自然的拱起 這樣這個泡芙針看起來就很飽滿了 接著再四個鎖針 回到底下的鎖針空間裡引拔 完成一個太陽化的花瓣 而因為我想要讓這個花瓣有不同的顏色 所以我引拔之後就斷線 斷線之後可以將這個線頭引到後方 並藏到花瓣裡 接著我們換另外一個顏色勾織 勾織的方式一樣 引線之後先鎖一針 接著重複剛剛的泡芙針步驟 你可以使用任何你想要的顏色 為這個太陽花勾織它的花瓣 用彈線的沿下 Nancy, 中間、端、靴的翼 然後延遲,靴的移動 而如果你是筆式的握法 那么手法可以是这样 在勾织完锁针之后 用右手的中指固定住绕线的线圈 并且用它决定线圈的高度 一样每个未完成的中长针 第一次绕线都要比之前的线圈高 再穿进锁针空间里挂线勾出 透过这样的方式绕圈 这样子能避免这个枣形针 线圈越绕越小 而最后引拔所有线圈时一样针头要朝下 这是爱芙琳所建议的在勾枣形针时 笔式的手法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式 欢迎你在留言处告诉爱芙琳哦 太阳花的花瓣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要勾置它的特征 也就是大大的笑脸 我们一样以缓起的方式勾置四个短针 勾针带出线来锁一针之后 接着勾置四个短针 还起之后我们要往反勾置 所以这个锁针起立针 我就不将它视为一针了 四个短针结束 收紧中间的线圈 接着翻转支片 一样一个起立针之后 在每个针目上勾置两个短针 而第三行则是一个短针 以及一个加针 循环勾置四次 接着引拔断线 留长线做缝合 我们将它缝合到主体上 缝合的时候可以绕着嘴巴的周围 做卷线缝 缝合结束可以在背面打结 以防线头脱落 最后我用黑色的线为它绣上眼睛 或许你也可以用塑料眼睛代替 这样这个充满朝气的太阳花就完成啦 如果你觉得不喜欢它背面的缝合痕迹 那么你可以做两个一样的太阳花 将它背对背缝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挂件 如果是单独的太阳花 那么我觉得背面可以黏一个别针 它就会成为一个勋章 是不是也很适合呢 你会为它勾制什么颜色呢 记得在下方留言处告诉爱芙琳哦 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边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订阅按赞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见啰 拜拜